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前面呢 要告诉大家一些关于运动健康的概念 我们一个好的运动呢 除了你的肌耐力 柔软度 还有你的心肺能力也是很重要的哦 所以为了让我们之后可以做出更多的动作 我们今天会开始一点点进阶的训练 也就是要训练到单脚平衡的动作 另外呢 我们在动作的过程里面 今天会让动作的变化多一点点 所以你会有一点点喷喷喷喷的感觉 去促进你的心肺能力 那在运动过程里面 安全景欲 请你要准备一个水在旁边 随时随地每一个段落都要补充水分 再来 你在运动的过程里 如果有出现关节跟脊椎有不舒服的感觉 就立刻停下来 回去我们前面比较简单的肌体动作开始 另外如果说你在运动的过程里面有觉得一点点头晕耳鸣 或者是有小酷的感觉 就请你立刻停下来 因为这是身体缺氧的状况哦 那我们要开始今天的动作了 那今天一样我们要准备椅子 可是我们坐在上面的时间会越来越少了 我们把椅子当成是你的一个补助支撑的工具 好 我们现在呢 站起来 先练习 把你的右脚放在两手的中间 然后左脚慢慢地开起来 一点点就好 脊椎往上连伸 好 去做一个身体的小短形 脚放下来 换成左脚在中间 脊椎拉长 好 慢慢地把你的脚抬起来 去做一个小短形 那记得我们在做单脚动作的时候 你的脚的大拇指呢 要把我用力地在鞋子里面踩下去 想算一下大拇指下面压了两千块的钞票 不可以被抢走哦 那你会发现当你大拇指用力的时候 你的身体会比较容易找到平衡 我们进阶一点点 纳膜直往下压 但是把你的膝盖往外顶开的感觉 所以这个时候 你身体的关节会处在一个更好的湿地状态下 你的稳定度应该会好一点点 好 那我们先来活动一下你的手腕 因为今天有很多支撑的动作 不希望你的关节有太多的压力下变得很僵硬 我们让它柔软一下 记得从你的手腕到手指头 很创小拖浪的感觉哦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要把你的脚翘起来 好 做出脚踝的动作 好 接下来我们来活动一下我们的肩膀 手举起来 重心朝上 掌心朝上 往前转十圈 往后转十圈 往后转十圈 就从会压住的地方 但你头不要往前推 手腕往后拉 胸口紧紧的 好 接下来呢 站直的时候 请你把单只手贴住你的腿 另外一只手举到头上 这只手好像被人家往侧面拉出去 可是呢 这只手帮我紧紧的贴住你的脚 让你觉得有点紧绷的地方 就拉回来 好 记得 下面这只手都是顺着你的脚延伸出去 不要离开你的脚哦 好 当你的手持续贴在你的脚上的时候 你会感觉身体比较稳定 身体的重心比较不会跑掉 对不对 好 手指头好像被人家从侧面拉出去 每次多一点点 你会感觉到整个身体的体侧 好紧绷哦 我们让侧面的这个动作热睡一下 再三个 另外一边 顺着你的脚滑下去 这只手 好像被人家拉出去的感觉 然后你会发现 诶 我左右两边怎么好像活动度不太一样呢 没有关系哦 每个人都会有这个关用边 好 记得 手滑下去 让你的轴心维持在中立的位置 所以你比较不容易重心不稳 好 接下来的动作呢 请你 双手 放在椅背上 你要核心肌群热身 所以一样 手 往下压的时候 脊椎拉长 这个叫轴窝 轴窝往上翻 所以肚子紧紧的 持续5秒钟 放松 好 往下压 脊椎拉长 肚子紧紧的 放松 好 过程里面 请你不要刻意去缩肚子 你的肚子在正确用力的时候 它其实应该是呈现像是一个圆筒状 像是汽油筒一样 所以不要刻意的把肚子缩进去哦 好 再来两个 每一次持续 压一塞塞 往下用力压的时候 请你也要吐气 不要憋气哦 好 接下来加上小腿的动作 因为我们今天下半身的动作还是会很多 好 让你的5个胶趾头 现在踩住你的心理 手往下压的时候重心往上拉高 所以脚跟拉起来 我们今天开始会有一些 分腿蹲的练习 好 在做分腿蹲的时候 请你们记得 这是一个 能帮助你日常生活 避免跌倒的动作 因为你在做跑步 爬楼梯 走路的时候 其实都是带脚动作 好 现在每一次往上的时候 尽量让你的 脚趾头用力多一点点 脚跟离开的地面多一点点 小腿有点钻钻的 再忍 5个 4 脚趾头用力 比小拇指都要出力哦 但是重点是大拇指前面 压了两千块条条 踩进底 好 放松 好 那我们的热身动作 已经做完了 我们今天呢 要来练习 没有椅子辅助的 蹲的动作咯 所以我们今天要把椅子 当成你的扶手 好 我们现在呢 先练习双脚的动作好了 双脚打开 跟你的骨盆一样宽 好 记得蹲下去的时候 膝盖很可以往这里 不行哦 膝盖会容易受伤 所以请你在做动作的时候 一点点憋屁的感觉 什么叫憋屁的感觉 请你帮我想象 你现在在电梯里面 有一点想放屁 然后好害羞哦 所以你要一点点 扩跃肌用力 憋住屁的感觉 但是屁股不要去夹哦 就是微微的憋屁的感觉 好 当你憋屁的时候 顺势把你的膝盖 往外转开来 大拇指踩定 在这个状态下面 去做出 屁股往后推 膝盖往前蹲 做出一个完整的 深蹲的动作 好 我们现在扶着椅子 你比较有安全感 站高 脊椎拉长 憋屁的感觉 膝盖往外转 屁股往后推一点点 一点点就好哦 膝盖往前 身体蹲下来 站起来 好 如果你觉得很卡的话 也可以把脚打开多一点点 但是记得蹲的过程里 你的膝盖要推进你的脚尖 好 来 一样哦 我们脊椎拉长 一点点憋屁的感觉 膝盖转开来 膝盖对起你的脚尖 屁股先推出去 蹲下来 站起来 再来 屁股往后推一点点 膝盖往前蹲 站起来 那在过程里面呢 你的手可以稍微往下压 帮助核心基础施力更多 好 来 长高 屁股往后推 膝盖对起脚尖 起来 脊椎拉长 后继继继继续用力 屁股往后推 膝盖 下来 好 来 我们再做五个 记得每次动作 都是从屁股往后推开始 膝盖再动 好 接着你可以帮它串多一点点 只要记得是从屁股往前起动就好 腿是不是有一点酸酸呢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要进阶一点点 今天我们夫举连蹲的动作要练习 还有你的 蹲腿的动作也要练习 所以我们现在 左脚在前面 右脚在后面 请你右脚的脚跟要拉高 布局多宽呢 大概距离一个到一个半小长的距离 好 脊椎拉长 请你现在帮我把重心放在前面这只脚 后面这只脚可以随时拔开地面 好 接下来脊椎拉长 好 一样咯 帮我一点点便踢的感觉 膝盖往外转开 屁股先往后推 腿脊椎是延伸的 膝盖往前蹲下来 然后呢 脚跟推地起来 哇 有没有觉得前面这只脚干干了呢 请你帮我注意后面这只脚 脚跟都要拉高咯 我们下一次 脊椎往上延展 膝盖往外转开 地步往后推一点点 膝盖往前蹲下来 好 我们要把动作串起来了 骨盆先推 膝盖往前 骨盆先推 膝盖往前 脊椎都是拉长的 脚跟都是拉起来的 后面的脚 好 记得保持呼吸 我们再做五个 好 如果动作比较顺了 你可以感觉动作一体成型更多一点点 但是记得 其实动作的起始要从 屁股往后推这个动作 开始做 然后换另外一只脚 那有的同学如果你没有办法蹲很低哦 你只可以稍微蹲这样子 也是ok的哦 随着你的肌力越来越强 你腿蹲的幅度就会越来越多了 以你可以做的范围为止 好 我们的右脚在前面 左脚脚跟拉高 左脚的五个脚趾头 都有踩住斜地的感觉哦 脊椎拉长 左脚往上转 好 手往下压 肚子有一点用力 屁股先往后推 膝盖往前 身体就顺下来 然后重心放前面的这个脚推起来 再练习一次 屁股往后 膝盖往前 重心放脚跟 脚指头用力推起来 三 四 五 四 八 再两个 好 你现在动作可能已经很顺了 所以你可以让屁股动完之后 膝盖可以往前 好的 好 放松一下你的身体 让屁股休息的同时呢 我们还是来 呼吸一下我们的背的动作 那今天呢 我们要做更大的一个范围咯 所以等一下我们在做动作的时候 身体 往后退一步 手势几乎可以伸直的放在椅子上面 轻轻的手指头靠着它就好了 屁股往后退一点点 我们今天的动作是把你的这个收 往后拉 往前挡 往后拉 往前挡 往后拉的时候背紧紧的 往前挡的时候肩膀用力 所以今天呢 同时背跟肩膀都要出力哦 好 记得哦 好 记得哦 你的头顶 是顺着你的脊椎延长出去的 你要看哪里比较好呢 帮我看着你的椅子 坐影的地方 动作慢慢的 还没有到甩哦 加油 撑住 有没有开始觉得背跟肩膀都酸酸的了 人一下下 好 来 稍微放松 如果觉得背跟肩膀很酸 可以开它 轻轻的 换手 好 手轻轻的放在椅子上面 记得肩膀不要歪掉 你的身体还是在一个好的体面上面 好 然后呢 接下来 调整一下脚的位置 顶部跟肩膀要酸 有哦 好 来 肩膀往后推 脊椎拉长 好 不能驼背哦 脚窝朝上 先把你的手往后延伸 背紧紧的 不往前举高 肩膀穿酸的 好 我们来回坐 记得身体 都要围曲在不动的位置哦 動作慢慢的 去控制你的肌肉 视线看座椅的地方 视线看座椅的地方 好 放松一下下 好 接下来的动作呢 我们要来做这个 罐状面的肩推的动作 所以等于它把这个 水弧举起来之后 请你不要直接就是这样子推哦 因为这时候有的时候 肩膀会容易痛哦 所以等于它推起来的时候 帮我把你的手肘 稍微这样往前夹一点点 OK 不要这样推 把它往前一点点 推起来的时候 请你肚子要维持 小青蛙的动作 也就是 你深呼吸 让你的肚肚有点突突的 然后顺势把它推起来 好吗 好 来 我们要做20个哦 好 维持 你的肩膀的位置 顺着刚刚的动作 现在肩膀会有一点点 更加的酸楚哦 等于它的动作 可没有这么简单哦 还有10个 成小小哦 好 记得每一次呢 你的核心肌群 就是你的肚子这边呢 都要帮我维持下去 像一个口状一样 所以不要刻意的去吸肚子哦 肩膀不要抬起来 如果现在你推不了全范围了 一点点也好 加油 好 剩下三个 两个 一个 放松一下下 好 那现在呢 请你去喝一口水 补充水分 因为我们等一下回来 就要把今天 蹲 单脚蹲 脚上半身的动作 穿在一起做了 会有一点点累哦 放松一下 就把它处理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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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那我們要回到我們今天的串鈴動作了 那我們今天的動作因為 全身參與的肌肉出現多了 所以一定會讓你覺得有一點點喘 那記得喘的程度呢,就是讓你微微的這樣喘氣 但是我還可以轉化 然後呢,你要保持呼吸不可以憋氣 過程裡面如果肌肉酸酸的,是可以忍過去的 但是如果你有發現痛的地方好像是在膝蓋脊椎腰椎 就要請你停下來重新回到前面的肌肉動作 去修整你的動作 那我們等一下的動作呢 做完一個循環之後 會讓大家休息兩到三分鐘的時間 然後記得喝口水,我們要多重複幾次喔 好嘞,準備好了 我們雙腳打開來 好,跟你的屁股一樣寬,或是寬一點點 你的腳趾頭,微微的打開外巴一點點而已 然後接下來深呼吸,脊椎拉長,一點點憋屁的感覺 手舉起來到我們肩推的位置 好,這個時候呢,請你屁股先往後推 膝蓋蹲坐下來,如果這就是你的極限到這邊就好 起來的時候肩推 放下來的時候同時屁股往後推,然後膝蓋往前 可以的話再幫我蹲低一點點 好,記得過程裡面呢,你的大拇指要踩住鈔票喔 但是踩住鈔票的同時,你的膝蓋也要幫我往外推 所以你的下肢支撐力會很好 這個動作有一點點累 加油 好,開始囉 如果你在找到一直見面,你會不會給我 好,你看,我不會出來 好,我要比我幾個小巧克力 好,開始吧 冷脖子,再把你成功 吃到你一口米,要在家人背後 吃到你一口米和冷水 一口米 放在家人 吃到你那裡,飯時,你會不會以為你 這次是日夜晚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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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好 开始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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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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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茜茜茜茜茜 好,接下来站起 双手在后面交握 身部吸吐气的时候 稍微把你的唇头拉起来 让你的胸口前的肌肉伸展 好,记得身体不要往前走哦 身体还是直直的长高的感觉 好,随着身后吸 如果你的腹股可以更多的话 你可以多一点点 但是我们现在并不是在底楼乱运带哦 重点还是身体的肌肉 比如说胸口这个部分 看肩膀前侧 有一点点紧张的感觉就好了 好,然后接下来呢 肩膀的后侧 还有中处的地方是这样子 请稍微的地方 晚点 手腕动一动 然后我们还是要坐回椅子上面 拉下你从脚踝开始延伸到小腿西瓜 屁股和大腿后侧 深呼吸 让你的脊椎往前延伸 坐骨慢慢离开椅子面的感觉 然后脚板往你的鼻子方向勾多一点点 延伸你的脚 脚板往前转动脚勾起来 拉松 希望今天的运动有让他觉得 哇我的运动能力越来越好了 那记得要多补充水分 然后多补充银 才可以让你的身体越来越强壮哦 明天见啦